李市長 各位前輩先進 非常謝謝我們榮院長的一個介紹 那接下來的話 跟大家來討論有關於數位科技在自殺防治的一些應用的一些概念 那當然 中間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像AI 元宇宙的一些概念 那我想Digital Medicine的話 其實這應該算幾十年來 所以這科技的一些進步 我們知道說其實 用在人身上 不管是從身體層面 慢慢有一些從心理層面 從五官的感受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東西慢慢在數位化過程當中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 有關於Medicine的一些考量 那整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從大腦 從身體 那有很多科技的進步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有一些 Biosensor的一個 的部分可以了解 那 這當中的當然越來越多的一些部分 因為現在的一些 雲端的儲存的概念 雲端運算的概念 越來越普遍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呢 怎麼樣可以做到real time 以前我們可能要到 醫院去接受一些檢查 或是一些感測 那某種程度來講的時候 當時呢可能在當下 是人機 單人對單機 的一個部分你可以了解 可以得到一些information 然後有專家幫你做判讀 那後來呢慢慢的你會發現說呢 現在這過程當中的時候 不把它秉除掉 比如說現在有講求什麼 聯邦學習的概念 比如說一個醫學中心 跟另外一個醫學中心 他們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概念 然後同時放在個雲端的系統裡面 進行雲端的運算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藉由一些 所謂的 Nature Language 也就是說所謂的 一些機器學習 新的你或是一些 Nature Language的概念的時候呢 來做一些運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越來越多 大家共同組成的一些 部分的時候 我們可以越來越了解 可能有一些人的行為的模式 或是呢 很Definite 有一些所謂的身體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的了解 所以 Digital Medicine 這條路是 很長的 可以討論了很久的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來做分享 比如說 剛剛俊凱兄 所講的 其實 他講的是 不會的 此在 然後或是存在 共在 在我看起來的話 在元宇宙的概念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此在 我現在在這樣子的一個 場域裡面 在這個空間裡面 但是呢 所謂的數位分身 Digital Twin 你會發現呢 可能現在的你 跟以前的你 有可能共存 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是存在的 當然呢 甚至可以共在 所以這些東西呢 你就會發現說 最近這幾年裡面有很多用AI 用一些 數位的一個概念的時候 來做一些療癒 甚至之前 我記得在日本 很典型的一個新聞 他播到 一個媽媽 可能他過世的 一些小孩子 結果他們試著把 這樣子的聲音跟影像 把它模擬 成一個 Digital 有一個分身出來的時候 跟媽媽 做互動 那這過程當中 媽媽當然 在現場哭到不行 但是你會發現呢 最後 這個數位分身 要結束之前 他說 媽媽 我在天上過得很好 請你在地上 也要過得好 你會發現呢 其實剛剛俊凱兄 所講的 這就是所謂的 存在 共在 或是共存的概念 其實這都是 可以 未來如果善用一些 數位科技的話 或許可以得到一些 治療或療癒的一個部分 好 那這部分多說 你會發現呢 幾年前的時候 大概這個部分 大家都只想 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做 但這兩年的時候 疫情期間 你會發現有很多遠距 有很多數位科技的導路 其實讓很多事情變得可能 所以我待會跟大家 分析有些文章 因為 有些可能沒有放在裡面 從2019年裡面在談AI 心理健康 跟2020 2021以後 你會發現呢 在 這個部分呢 他有一個蓬勃的一些發展 他有跟大家來分享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這是 之前甚至在 疫情期間 大家在討論的事情 是剛剛前面有很多 前輩先進介紹的 部分 疫情對我們心理健康的一些影響 大家不要忘記了 你會發現 Long COVID 常新冠 對我們的認知 對我們的心理健康 其實還是有影響 這次都我們再去討論 那我想 AI從1956年 這幾個 都是小夥子的年代 到後來 你會發現 蓬勃的發展 但是他們在1950年代 到Dotmouse 那個地方 一個幾天 一群 全世界有 興趣的人 慢慢討論到 所謂的AI這個概念 一路這樣走來 好 那整個過程當中 我想在整個人工智慧的過程當中 從符號邏輯 到專家系統 到機器學習 前兩次 大家都以失敗 收場 因為什麼 你說我們現在科技 不是越來越進步了嗎 那我們的符號邏輯 專家系統 不是很好嗎 你會發現 真的把它放到 真實的社會 裡面的時候 前幾天我們代表我們醫院的174剛好在跟東海大學在談 我們現在有什麼ICD-10 的一些診斷代碼 那你會發現呢 就牽涉到報健保要coding 那coding的過程當中的時候我們就想說可以用 人工智慧的方式 去讓coding的過程當中的時候有些 自動選擇 排序的方式 建議你 可以做什麼樣的選擇 可能在 申報上面會更好 所以這些東西你就發現說 慢慢的 如果單純把符號 或是把專家的概念放進去 你會發現 可能沒辦法符合 如有我的狀態 因為 每個人的 病情跟樣態是不太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 我們在談論心理健康生自殺這個主題的時候 你要fit符號邏輯 這個人看起來就有sueside的大腦 sueside behavior 沒有錯我們之前可能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在專家系統裡面我們怎麼樣建立一套 問卷的訪談 或是一些團體的評估模式 或是從直信 或是從量性的問卷裡面得到 可能這些人 有可能是 自殺的 高風險族群 沒有錯 但是你會發現 在討論一個 你看到 他最後 自殺 當outcome 然後最後真的變 往回推 他可能有什麼樣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都還是落在符號邏輯 跟專家系統的概念 但是呢 其實剛剛前面不知道有個前輩講 有個老師 老師剛剛講說 澳洲 說我真的用到 一些所謂的 一些公共或是我們一些所謂醫療系統裡面的時候 大概只有四層五層 有六層的 可能是在 population 裡面的時候 突然就自殺了 那你說 難道沒有蛛絲馬跡嗎 可能有蛛絲馬跡 但是 這些蛛絲馬跡 就如同前面很多專家說的 是 多重因子 那我們常常為了發表文章 或是做研究 我們當然是會 試著 想用什麼 用比較溫室的方式 去 cutting 掉 一些可能一些 比較不干擾的因子 可是在 在 裡面的時候 你就發現 或許未來 machine learning 用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他可以是一個 Solution的方案 或者是 他可以這個 Add on augmentation的一個方案 好 那這部分就不多說 好 甚至呢 台大EMB的說示的時候 我就這裡 有稍微 看了IoT 你會發現 IoT用在 整個人類社會裡面 的時候 是以Trillium的一個金額 來看這件事情 那甚至呢 某種程度的在 人類的 健康上面的時候 可以達到 1.6 Trillium的這樣的範圍 那目前為止 如果以一個 先進國家 跟發展國家 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需求 你會發現越先進的國家 他慢慢的在對 人類的IoT 裝一些Sensor 了解他的狀態 甚至達到 是不是所謂遠距不重要 而是 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對 個人的健康有所提醒 我想是很重要的 我們以前古太常說 就跟那個俊凱雄說的 屈原這個很重要 我們在以前常有個習慣 舉頭三指有神明 舉頭三指有神明的話 如果有一些 兼顧隱私的Sensor 安全帽也好 手錶也好 或是其他一些 非接觸式的東西 也一樣 他可以預測 你可能有一個 哀傷的情緒 你可能有一個 難過的行為 你可能有是 長期臥床 可能有跌倒 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這些東西 可以有些 而讓的機制 或者是 這時候會有一些聲音 可以告訴你說 某某你最近是不是 心情不太好 我播放一個音樂 給你好不好 你會發現所謂 療癒型的 一些 機器人 或小工具 或是所謂療癒型的 小狗狗 機械狗 其實都有可能 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不是只有辨識 我們可以藉由這些 科技的東西 主動的偵測 然後來主動的做feedback 或許前面會錯 但是可以藉由我們心電力的 過程當中 慢慢的會越來越精準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 可以值得去討論 就不多說 現在有關於 用在人類的IoT 其實很少 那甚至 在我們 你看 像心臟 三高 糖尿病 或是 一些癌症 或是心臟 一些疾病的部分 你會發現 已經發展很完整 realtime都有 但是呢 對於我們這個所謂的 neural psychiatric condition 的部分 什麼realtime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也就是說 常常 這個理事長常會說的 關鍵 幾分鐘的時間 關鍵一分鐘 可能我們做的事情 搞不好就可以幫助 一個人命 尤其自殺 這樣子的衝動 行為 好 這部分就不多說 整個過程當中 可以改變 健康照護的一些智慧應用 我想大家參考一下 現在很達文西手臂 很流行 以前會覺得說 外科是 不可取代 不可複製 要有天分 現在告訴大家 一個有天分的 外科醫師 他的軌跡行為 只要被 拍下來 被記錄下來的時候 輸入到達文西手臂的時候 未來 你可能有些疾病 哎呀不好意思 台灣現在沒有醫師 可以幫你開 但是我查過了 在美國紐約有一個醫師 他可以幫你開 他到底是遠距幫你開 還是你要買他的模組 然後他開始有一個模擬的機器人 幫你同樣的東西 你hybrid的一個 論裡面 比如同步的CT同步MI 偵測完以後 操作指令 他可以用同樣的手法幫你開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有很多的東西 以前覺得 不能取代的 反而怎樣 可以取代的 但是呢 你會發現身為 從事mental health 這部分你會發現 他現在 現在 好像有點困難 所以你會發現說 反而是 是不太一樣的一個思維 好那甚至呢 有些人討論 精神科醫師對AI 2019年 疫情之前 他們有些看法 稍微整理一下 可能有些不同的想法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們會認為說 有些東西或許可以取代 或是可以 輔助 但是整體來講 跟mental health 有關的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好那甚至呢 可是可能可以即時 像病例啦 或是做一些 資料的一些診斷的部分 或許可以幫忙 但其他部分 他不見得 可以做協助了 好 那甚至呢 是不是精神科醫師 已經準備好AI的變革了 你發現了這些呢 整個過程當中 世界衛生組織說 有15%的 其實都可能有一些 mental health的問題 所以他們 會有一個主題認為 怎麼樣 impowerment billion mines 這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概念 那甚至有很多國家 其實呢 他們在從事心理衛生的部分的專家 其實也並沒有那麼多 好 關美國 我們看到 有關於自殺 這樣的行為 其實就有很多 值得討論的議題 那整個過程當中的時候呢 甚至有很多 藉由科技的一些輔據 怎麼樣去 處理一些心理衛生 相關的一些概念 好 也很多的發展 我把它整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聊天機器人 虛擬實境 有很多的東西 甚至怎麼樣呈現出你的同理心 機器人 可不可以有同理心 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值得去討論的 那我想這些東西呢 你有時候 我發現說呢 現代的年輕人 他所訴求的 希望給他一些支持 跟我們真正 比如說我們平常的一個習慣 其實現在已經有所改變了 所以怎麼樣 善用一些 多元媒介 比如說 網路也好 或是有一些 他們的群組也好 這些東西呢 其實如果可以 add on 一些可能可以輔助的 不管是對字句啦 對語言啦 對語調啦 對他拍照的表情啦 大家知道 之前 那個Facebook 好像 在歐洲吧 被罰錢 然後 如果也是 因為他們之前 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就是 你只要 你上傳照片 他就問你說 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然後就把你 周遭的人 都把link起來 所以這些事情 後來也不行 但是 如果說 你會發現 他們都會擔心 被壞人用到壞的地方 但是如果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用在 幫助人的部分 會不會更好 有可能更好 但是他需要 一些規範 所以你會發現 有一些 陪伴或聊天的一些 工具 那甚至呢 有一些 心理衛生的應用程式 我想大家如果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這些 軟體 不管是對 PTSD 或其他部分 都有很多 善用數位科技的App 可以幫助人 去解決 他相關的一些問題 甚至有些遠距離 我想大家 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部分就不多說 那有些虛擬實境 怎麼樣 害怕動物 或是害怕有些欣慰 或是有一些對一些 比如說語言的部分 他其實都有一些 虛擬實境的軟體 可以做一些輔助 甚至有一些被動監控 比如說像 副市長今天有講到 有關於司法精神病房的部分 其實有一些 對犯罪者的一個部分 一些被動監控 其實都是可以去 考量一些科技可以運用 我想就不多說 大家參考一下就好了 那接下來 我們就看 既然要談到AI跟自殺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來 我就找一些 文章我們來看 那其實呢 事實上 就有一些像系統性的review 討論一些 Self-Harm 跟suicide behavior 在年輕人的部分 那他們可以藉由一些 像一些Mainline Coke library 或是 Cycle information 這一塊來 討論 甚至他們去參與 了解到一些 媒體裡面對青少年的影響 確實呢 在不同年代裡面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甚至呢 可以知道說 網路跟線上 的部分 就如剛剛俊凱兄所說的 一個人現在的自殺行為 以前是影響他周遭 遺囑的人 你會發現呢 現在 影響的可能很多 所以我記得韓國 幾年前的時候在討論 藝人自殺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也造成很大的一些衝擊 都值得去 討論的 好 那另外呢 有發展 就很多遊戲跟應用 其實都可以用在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部分 比如說 大家看到 之前有一些腦傷 所造成的 Kemobrine 可以藉由一些 大數據 或是一些回饋的方式 去幫忙他們 甚至設計一些 短體來應用 VR-based therapy 甚至有些虛擬食鏡的一個情境 那我剛剛講的元宇宙 所以我們有數位分身 我們有自己 我們自己跟 自己的現在 自己的 過去 甚至對自己的未來 這件事情 不管大家說我之前曾經 有幾個 自殺遺囑的 個案來看門診的時候 他跟你說 我到現在 我還是 交我家人的 月租費 因為他的Line 我捨不得 停掉 我總覺得他在Line裡面 帶給我很多 可以想的一些事情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未來的 那如果 如果有些 電信公司 他懂得這一塊的話 其實他去apply的時候 我要不要有一些 如果你真的 我不需要送你太多錢 但是我可以把你的 這樣子的部分 可以maintain下來的時候 其實 你會發現對有些 自殺遺囑來講 說 看到這個 他的家人 這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有一些 某種程度 如果你要把引導到有療癒作用 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值得 我們去討論去看 那甚至之前那個 軍院長跟 吳嘉義教授這邊 他們有討論網路 跟 自殺一些議題 就不多說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些使用者跟自殺房 這些策略 還有在網路上的一些 比較積極性的 一些所有 揭露的一個方式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 我在review 一些 這兩三年裡面 AI 然後跟我們 那些mental health 的一些 考慮 很多會覺得說 哎呀這個AI 如火如荼的 襲來 那會不會對我們有多大的一些影響 目前為止 AI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還是覺得說 儘管這些工具已經很成熟 Apply了 可是真的用到real world的時候呢 其實還是有些落差的 所以他們是覺得說 正在正在開始而已 那 儘管你說有的模型預測裡面可以達到0.7 0.7其實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天 跟東海大學教授在討論我們 那個ICT10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0.6 0.7 華碩他們也做這一塊 他們花了很多的錢 然後甚至已經開始賣 賣這個東西了 賣這個所有的決策系統的時候 大概也是0.7 0.8 其實很多東西呢 其實都是值得 去討論 那一樣 AI應用在 自殺行為的防治上面的時候 你就發現 當你把AI 打上去跟自殺的時候呢 告訴你有0.9 0.9多的 都什麼 都是挑過的個案 待會跟報告 給大家看 就是說我從哪一群人裡面 我從最終他第二年第四年 或是他 在 軍政醫學裡面的時候 我在軍人的時候 他曾經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我給他做介入 然後後面的時候呢 從他再犯跟不再犯 我才去倒過來的時候 沒有錯 AI可以到0.9 0.9多 都有可能 因為什麼 這叫 Space 的一個 一個 也就是選擇過的 但是如果進到 那 如果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呢 很多文章 他告訴你 我只有0.7 0.8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說 你這個 好像 跟差也沒差 差多少嗎 那我幹嘛 我幹嘛登你的雜誌 所以 我幹嘛 讓你看燈 所以就會影響到 但是 真的是 真的很多事情就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再去討論 好了 待會跟大家分享 那個李明明教授帶我們 團隊裡面 稍微簡單的一個 Primid data 待會跟大家看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上次呢 Machine learning 可不可以真正的做 自殺的預測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的 一樣 大概他們也會認為說大家想想看 我們現在如果一年 接近3000位 2300萬人 也就是說1萬個 可能有一個人 自殺死亡 那 有自殺行為的 可能是10倍 20倍 或是50倍 那這個過程當中的時候呢 他們認為說 對這個 百分之一 有可能可以預測 有可不可不可能就去自殺 某種程度 選擇過個案 或許你可以知道 但是呢 你說要真正用一些 AI 然後 real world 去判斷的時候 現在 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好 那 那這一塊呢 你就會發現說呢 他們從 Systemic Review裡面的時候 他們從Mainline Parmade 一大堆 用這些專有制把打進去 然後大概這兩年裡面有做過 這些研究的 告訴大家 有87個把他放進來的結果 沒有錯 這87個裡面都是什麼 都是 選擇性的個案 然後呢 他AUC 我們叫做Area Under Curve 這個準確率可以到九成的 很多都是什麼 都還不是real world的自殺預測 而是 某種程度一些特殊的族群或是有在 照護系統的或是我有在關照的情況下面的時候 我step by step 我用不同的 criteria 我專家介入 我可以做團體 我可以做什麼樣的部分 我可以做個管 之後跑出來 大概用AI模型看 這群人的 Pattern 九成 可以很準 所以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 你會發現 理事長就很辛苦 理事長這幾十年來 就到處的 培養我們很多不同領域的專家 到不同領域裡面去面對不同的族群 那 有些有興趣的 或是有些 各縣市的衛生局他常不吃勞苦到處跑 去指導 各縣市衛生局 大家找出一些可以符合 縣市 特色的一些方式 或方針 那你會發現的可能滾動式的修正 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未來 怎麼樣 我們從時間序列 再去跑這個AI模組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有意義了 也就是說 在不同年裡面的時候 你可能有不同的因子 或是不同的factor 值得去討論的時候 未來可能在跑這部分 值得我們再去看看有什麼樣的不同的地方 好 那其實 那個machines 裡面有這幾個基本的要跟大家 稍微講一下 不管是 Ninia discrimination 分析方法 或是決策數 或是有一些svm 就是 那個算是那個vector的一個分析 或是現在比較新的 像XGbooster 就整合型的這部分 這幾個 大概你每次在跑 一些所謂的機器模型的時候 你把數據丟進去 大概這幾個 都呈現出來 你的一個 情況 跟你的一些狀態 然後可以做進一步的一些比較 那整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他怎麼樣去 像在 軍方裡面 你會發現 Sample size 並不多 100多個人 但是他們有做一些行為介入 然後甚至 有定期的評估 然後評估完以後有做一些介入措施的時候 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 他 不好意思 他跑出來的 AI模型 整個 其實模擁程度來講 其實也是 還不錯 我忘了把這圖秀出來 你會發現說其實還是蠻好的一個 一個Data 然後另外 韓國比較有趣 韓國是說 像 嘉義教授其實今年有報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大概有4萬多人的自殺被通報 被個管 然後 某種程度來講說一年如果韓國人口數量兩三倍的話 基本上 應該是有8萬多人可以做自殺通報 然後做統計 然後他們就好像是以志願者 還有田 願意追蹤的 結果他們就做了8000多個人的 AI的模型分析 所以呢 你會發現 瓦山這個 AUC 事實上 都蠻好的 這幾個AI模型 都可以知道不錯的一個預測 但是大概是7成到8成 也就是說 Real World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是比較願意的8000多的 裡面 你可以給我最完成的資料 我在統計的時候把你丟到大樹去 去看你會不會有再自殺的風險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概 0.7 0.8 這是大概是 AI模型現在 可以做到的一個部分 然後當然現在有很多新的 比如說 我們最近應該跟東海大學在討論 如果ICD的時候 我把剛剛那些模組 能夠最後把丟進去 沒有錯啊 0.6 0.7 0.8 但是如果加入 Rule-based 什麼叫Rule-based 也就是說我們專家系統裡面的時候 像李明明教授的 BSRS的量表 分數 比如說這些分數 可以當作參考 然後甚至呢 在個管裡面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高中低風險可以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以Rule-based當作 第一層的filter 再放入第二層的 AM模組的話 有可能可以拉到 九層 所以你就發現 後面 後面就有一些很聰明的 的一些 像這個 那個 Nitland的 他們 這些人 他們就根據這個部分 去select 所以他們可以0.7 0.8 甚至更高 的一個比例的 所以這些東西大概 他們都是用 不同的做法 甚至呢 第2年來學校的大學生 跟第4年的 然後去做一些比較 然後跑AI模組 你會發現 對這種比較selective 比較specific group的話 AI模組 的幫忙 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 如果現在未來要推廣 過程當中的時候 比如說 每個縣市 有自己的 心理衛生中心有一個 很specific的資料庫 或是我們的監獄啦 或是我們的 長招機構啦 你們可能可以 有一個很完整的 比如說 大概 有幾個重要的一些 target的部分 你大概問得到的時候 不要變成missing error 過程當中的時候 或許 進到這樣子 AI模組去跑的時候 可以比較 作為輔助性質的 建議你說 他可能有八成 或九成 會不會有可能有 再自殺的風險的時候 我想 這可能是目前為止 AI可以扮演到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 未來 搞不好有更多的一些 分析的方法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missing 方法裡面 其實只是讓你 運算 越來越快 那或者是說 你在雲端裡面的時候 不用單機 計算 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 出來 現在大概進步都在這個地方 那你說 我有沒有辦法 再勾用什麼方式 可以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只要想到任何可能 以前呢 我知道我們在統計的時候 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 我可以把 幾個重要的 放在前面 然後當作主要的 但是如果我們未來怎麼樣 我們把主要的因素分析當 rule base 我把這部分select進來 再把它丟到AI模組的時候 其實這個部分 你會發現 就我剛剛講的符號邏輯失敗 專家系統失敗 Machine Learning成功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考慮到 往前 去做的時候 就如同我們小朋友 一個嬰兒的時代 你會發現嬰兒時代的時候 他張開眼睛只看到爸爸媽媽 所以慢慢那個輪廓 對他來講這個符號邏輯 他認得 這是他爸爸媽媽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個 也是講話聲音跟他媽媽很像的 搞不好他對他腦子裡面是搞不清楚的 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去機械學習 據說原來 這個人的輪廓 跟我媽媽的部分 還是不太一樣 我只要把它區變開來 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 丟入AI的過程當中說 就需要在座 很多的專家前輩 大家可能可以想 這個部分 搞不好是會不會是這樣 丟進去踹 踹了以後呢 搞不好你能走到一個 最佳化的過程 這就是Machine Learning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 這部分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說 他們有些不同的模組 在討論一些 比如說 進一步的 Sewiside Behabit的部分 我想大家參考一下 一樣 他們Select過了以後呢 其實都可以在AI模組裡面 做一些很好的表現 然後有些不同的Variable 你會發現 不同的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的強項 炒出來的部分的一些因子 可能 比較可能會再犯的因子 或是再自殺的因子的時候 這是不太一樣 但是這些因子 在我看來 都會是我們未來 放在一個模組化 或Lulobase 新的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想大家 可以看一下 那 這是 教授在一個月前的時候 他說 我們就請我們那個 我們一個 情義科大的 簡博林教授 因為他以前 我認識 我現在認識他太太 因為他是我 我們醫工所的 學妹 博士班的學妹 他後來認識他老公 他老公在 成大 成大航太系 那你會發現呢 那個航太 不做精神疾病 不做mental health 到後來呢 大家談一談以後 覺得很合得來 所以我們不管是做 熱影像在區變 思覺失調症 或是憂鬱症的病人 或是在做一些 大數據的分析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 大家一起來做的時候 就發現 就可以得到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結果 那 這是一個 Predemic data 所以還沒有到最 成熟的部分 我們就簡單的把 之前說的 4萬多比 那當然 有完整資料是 32000比 在我們看法裡面 AI是認為說 你有missing error 都丟進來 其實也沒有不好 那我們之前 去年年底也有一篇 在Q1 在UP10的 一個雜誌裡面 一個動態時序 我們自己發表的一個 動態時序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 補那個 Missing error的 一個部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也可以做到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結果 那 這次呢 簡教授他是用 那個 Random Forest 就是隨機森林的一個 其中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 我們用out of bag out of bag 意思是說 我大概知道 這個人最後的結果是有 再自殺 或是自殺 這個部分 我丟進來的時候呢 所以他就會有不同的 一些 一些 部分 大家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說 他大概就是 本來是有四個病人 但是呢 因為有一個病人是屬於 再自殺風險的 所以 他的整串的 比如說 100多個條件 或1000多個條件 都沒關係 對他來講這個自串 他就是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他把他拋進來 所以他會 把一些比較沒意義的丟到 當場所有組 有意義的放進來 所以他就凸顯 這種小樣本 你會發現呢 我們本來 我們是大樣本 但是會凸顯 出 有一些 比如說自殺死亡的個案 算是個案數比較少的 他就可以凸顯出來 所以AutoBag 的好處在 你就可以把一些自殺死亡的部分 把它凸顯 用AI模型去跑 那所以呢跑出來以後呢 他有很多 因子 所以也跟那個 理事長討論過 幾次 像 結案原因也是一個 可能的因子 那甚至呢 處於分析也是一個 因子 那甚至 比如說我剛說的 我們 1到 99個嘛 所以中間有些 Ranking的方式 他可以跑出來 像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 有意義的 有意義的模組 有這些東西 就可以再進一步做討論 跟分析 所以這部分大概是 目前為止在團隊裡面 會用的部分 那昨天 典教授他又 把一個 Revice的 就是 理事長所提的一些 Revice的一些Data 我們有做 後續的一些分析 我想 大家直接看後面 這部分 你就會發現說 昨天這部分 更有意思 他們也建立一些 自殺模組的部分 我們ROC 第一次 用那個 所有的Fact 丟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ROC 還不錯 但是我們只討論說 自殺跟死亡 這個 那當然 死掉的 特性就 很多 所以 你說預測率很高 但是 我是要預測 會不會再自殺 所以這些Data 你會發現 靠一年 這不夠 未來更多年吧 放到這樣的模組的時候 其實他 就可以知道 在持續的過程當中 再自殺的 可能性 然後 所以昨天寄來是這個 寄來 大概有幾個因子 在自殺的因子 跟他相關性 那也分析出來 這個部分 大家參考一下 我覺得跟 很多前輩前進 之前報告一樣 比如說 年齡層 這個年齡層 我們可能在統計 裡面就發現 年輕人好像有異議 在經照的病人 或是有精神疾病 跟著通報的登記單位 通報單位 這些東西 都有可能 那 性侵在加害人 反而是 相反的 你會發現 大家以為是 是有相關 因為 加害人 我不知道會不會跟 周康志願長所說的一樣 他剛才是傷害別人 他只覺得他會犯法 或什麼 他不見得是 想要去自殺 但是 被害人這部分就比較 好像我們沒有這方面的 一個資料 但是你會發現這也是值得 去討論 也就是說 很多事情 他跑出來的 結果是 這樣三萬多人 裡面 反而 新加人 是個相反的一個 結果 那這就是 模型預測 大概 七成多 所以 跟現在全世界 很多人 用real world 把丟進去的時候 的七成多 可能都很接近 所以表示說 現在用 Morning 裡面去做 然後慢慢把它變成 不同時間點的 時序 把它 connect 起來的時候 未來其實或許我們可以建立 我們台灣 自己的一個 AI預測的 模組 所以這部分可以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我之前在生命線的時候 我們就 大家 歷任的理事長 我們當時就推 雲端系統 所以現在生命線 大概一年 一年裡面 24個縣市有 17萬 比 資商打進去的電話 那你會發現 這打進去的電話 現在把它變雲端 所以慢慢的會變成 不是只有露營 不是就進去 也會變成字 它的字的過程當中 說是在 華人系統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 語言講話 如果可以用電腦文字 把它呈現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 屋頂 其實是我們值得去 去討論 去分析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做 Test Mining 也就是 語言 語句裡面的 探勘 文字探勘 這些東西 那當然 一樣 做研究 不可能 那麼 先做這個 我們都一定是什麼 從 住精神科病房裡面 然後 醫院裡面的 曾經自殺的個案裡面 的時候 護理人員訪談的 這些字 劇裡面 可以先挑出 很specific的 可以 你會發現這些人 都已經確定 有沒有就 診斷 然後被marking 被已經被標註了 被labeling 然後之後 你會發現你可以找出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但是 Reworld裡面的時候 17萬通電話 有沒有很無聊的時候 打到1995的 也有啊 所以 你會發現有很多東西 試著去討論 所以 我們在雲端系統裡面 其實在生命界 也正在 做這方面的一些努力 當然 因為24個縣市 Variation太大 所以現在也是挑幾個 比較specific的縣市 他們有意願的 把它變 逐字稿 或是 證求同意的時候 這部分 才有可能會往下 走 所以我們正在做 這非常從 電話系統 轉到雲端系統 那未來呢 可不可以 有一些所謂的 聊天機器人的一個建議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 去 綁在一起的 所以這部分 大概是目前 系統裡面 所推的 那我想 整體來講 其實 這幾十年來 在 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對很多的 事情 從自殺防治中心 跟很多的單位合作 然後從大數據 甚至有些GIS 還有跟縣市政府的合作 提出一些 客製化的 或是 在地的一個思維 我們去 去日本 參訪的時候 一樣 他們說我們有年報 年報完以後呢 我們還有 有些地區 比較特別 他會出現 自己地區的一個 一個部分的 一個策略 然後呢 他們會有一些 還出版一些 書籍跟刊物 所以有些日文 大概猜得到 他的意思 但是不是看難懂 但是覺得也 蠻好的 那 其實呢 一樣 那個理事長也是帶我們在做這方面的一個事情 那甚至在台灣也有些Data可以呈現 這部分就不多說 那我想 整個我們精神衛生法 一路這樣走來 那未來 其實 可能自殺防治 曾經在 之前有一段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現在 持續的 那也提到說 精神醫療 跟司法 精神醫學 還有長照 這一塊 其實也都是未來 我們可以involve的部分 好 策略規劃 我們現在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其實 我覺得在很多前輩先進的 領導之下 我們有很多 很好的一些想法 往前走 那就需要 很多人不斷的投入 不同領域的 投入 那數位科技這一塊 永遠 都是一直需要有很多的人 去involve 去 参与 或許是來自 不同領域的 的人 但是事實上都可能可以貢獻 我記得 以前 有那個 讀國文系的博士班 他跟我說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結果後來他做什麼的 他去做 去分析 金庸小說裡面 有些 句子是 開心的 有些是持平的 有些是難過的 他告訴你 金庸小說裡面可以 做個spectrum 天龍八部 所造成的哀傷的句子是 最多的 錄領機是 最快樂的 所以讓人看起來 愉悅的感覺 所以 心裡的主觀感受 你真的把它量化的過程當中 的時候可以做這些 數字的一個分析 其實都是值得我們去討論的 一樣的道理 未來 我們可能 現在 老說中文輸入 是網路的使用 越來越頻繁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們不見得 每個人都善於打字 但是以華文系統的 語言所留下來的部分 會變成一個 Wording 然後變成未來 可以用AI的方式 去評估 分析 真去了解 很多會覺得說 那會不會有隱私的問題 說真的 如果一個科技的過程當中 只是 了解 但是呢 他不主動介入 但是呢 碰到 危機的時候 可以做Identify 我覺得這部分 或許是未來 可以去考慮的部分 好 那我想 以兵方需求 核心價值 那每次去 國外或是分享資料的時候 都喜歡用這張 因為交通部介紹台灣之美 所以這部分呢 就是也跟大家一起分享 以上 時間應該夠吧 OK 剛好 是 以上就是我的演講 謝謝